為何會突然回到1964年 朗奴烈根在總統選舉的共和黨大會裏面 因為我們的友台也是被通緝的人 袁公義 他們的台上鋪了這個決擇時刻的演說 普遍被認為是美國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演說 甚至那些人當然會有不同的說法 例如民主黨人覺得馬丁獨金剛比較厲害 共和黨人覺得這個比較厲害 但肯定在前列認為是影響後世幾個演講 叫做決擇時刻 全場二十多分鐘 有他的背景 這是一些節錄 我就覺得大家可以上youtube 去找一個閱讀 閱讀就是讀出來的讀 決擇時刻 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演講之一 看看如何是朗奴烈根 如果大家有聽我的節目 都知道朗奴烈根一直都是我的偶像 其實你問為何他在總統山上沒有他的照片 沒有他的像 或者沒有更多的honor呢 他爭論呢 其實只是爭論一件事 我不是美國歷史的演講學者 他爭論就只是一群左派 當然不能夠容許 這個這樣的 他們簡直是探子入骨 忌人 能夠有這麼大的honor 即使死了之後 當然有很多人是追隨著烈根的腳步 如果大家 現在有一套戲的新的 好像剛剛在美國上了 我不知道拍成怎樣 就是叫Vegan 就是朗奴烈根的傳奇片 我一上去 在IMDB看 他平均很低 他只有6.5分 但那時候我進去看那些 評論 comment 如果有10分 也有10分 就是一樣 全世界都有這樣的情況 你看這個 譬如衛星 九龍城寨之衛城 很好看 五星 僅有些人在下面 半不升 不值一看 其實有沒有看過都不知道 如果這些呢 就很簡單 這十年 一定是不會很高分 當然 那些人是 垃圾片 我不談政治 第一個就是 我不談政治 但是我覺得 這次是 明星拖低他 我不知道 有人說他拍得很好 大家如果知道 烈根在這個 抉擇時刻 這個演講的背景 其實他就是 那時候在共和黨 我靠記憶 他應該跟那個叫 Berry 不知道什麼 Water 就是我的名字 什麼Water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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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叫 去競逐 這個 共和黨 那個初選 就是 烈根要選過人 出來 烈根是輸了 然後 這個就是 共和黨大會 裡面 當然 你剛剛看完 共和黨民主黨大會 你都要動完全部 你烈根作為 他曾經 跟這個 什麼Water 那些人 去捏過的時候 他都出來 去背書 那些 所以這段 其實就 不是為 那個 共和黨的總統 候選人 那個 不知什麼 Water 高華德 高華德 不是高華德 講的 是朗盧烈根 講這番說話 去為高華德背書 激起大家事 大家支持高華德 當然高華德 最後輸了 沾森 因為應該是沾森做總統 沾森是海人 就是J.F.K.Dang 找到之後 副總統上來 沾森之後就 李克遜 不要說 但是這個演講 就令到 其實就好像1976年 朗盧烈根去做總統大選 就是他輸了之後 就是那個 那個 經族人 一樣 就是共和黨的初選輸了之後 又是令到共和黨 那些人再一次後悔 這次是第一次 他們就覺得 這個人 似乎先是我們的總統候選人 這樣 這個是缺責時刻 剛才我們看到 是一些 二十多分鐘 剪了一分多鐘 出來 是 很少 大家因為是閱讀來的 就是閱讀了 阿恭博士 阿恭小夏博士 他們找AI譯出來 當然那些聲音當然會悶一些 你會說我啤梨配 當然會好很多 但是我二十多分鐘 要我讀演講出來 我們要收回幾千人 一二千元 對吧 我們會 NG 當然可以剪 一段時間 我突然說一句 在這個時候 我們要吵你老母 那你就 喂 不能問我 沒有吵你老母 但是呢 為什麼我說它 跨時代的意義呢 大家真的 去聽聽 其實六十年以來 阿正你都快要有時間 回去聽聽 講來講去 都是在說那些事情 先不要說 我是戰同行 列根 他有提過 在這個演講裏面 他有提過 凡新政府說 為你好 要你聽他說 他指示 你什麼什麼 他就很慘 你看回現在也是 我覺得 我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這個抉擇時刻 在現在 可能就是大選 因為這一段 都不是龔小夏博士 他們專門拿出來的 是突然間廣傳的 因為 朗奴列根 就是保守派的一個大長 大家如果對他 剛才我講的傳奇片 他其實從來都是民主黨人 他從來都是民主黨人 那麼 他 有些人認為他是拖死 冷戰拖死了蘇聯 有些人認為他是腐乳 是 但是想一下 其實他做演員的時候 他作為一個民主黨員 他沒有篤灰 那時候民主黨 不是共和黨的那個人 他去捉 捉共產黨的 那個叫 我不知道什麼 列根不在當中 但是列根 有時候都承認在自傳上 他一樣跟所有人很friend 但他暗中觀察著 他認為哪些人 是 有求共 因為 其實 即使是三四十年代的 荷里活 大部分都是那些自由派 即現在是左膠 他覺得共產黨 他是會去篤灰 所以 他去到 他慢慢慢慢 越來越發覺 不對勁 到了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他 就是 轉了去共和黨 而且 後來 基本上 由他那種小政府大市場 是完全將 保守派 那種人物 那種重視家庭價值 那種 自由為主 政府要勢 是貫徹到底的 大家看得很清楚 這個世界上 不要說美國 香港也是 你給他自由 就生了 經濟 你說不對勁 於是很多人窮 於是有些人 想用政府干預 就死了 全世界都是 無一陷面 但是竟然去到這時 我不是說衛大祖國 我不是說美國 竟然還有人想去管 有疫情 有這樣 還要死爭 我不是說誰 只是說你老友 大家真的要去看 有兩件事 麥卡錫 張戒錫 甚至有時候 南韓說 你們要防那些 共產黨 防得 都要過路 那你現在看完 現在你看完 台灣人 你個個可以吵 你真的不可以吵 張戒錫 有時候歷史就在 不要吵了 不然他那麼瘋 好了 你又看 這件事你怎麼看 以色列民眾上街 說我以為看下去 是吵你了 我不是在香港 上街要求停戰 為什麼 因為以色列軍方 前兩天 發現了 有幾個人 以色列人士釘領了 而法醫認為 在加薩南部城市 拉法 一條地道 找到六名以色列人士 而 以色列衛生部的法醫 確定他們 是四十八至七十二小時之前 被哈馬斯 即是被殺死 哈馬斯那級官員就說 哈 以色列 不能肯遵停火的 是可以造成人質死亡的 內塔尼亞湖 應該對殺害以色列的囚犯負責 以色列人應該在內塔尼亞湖 停火 內塔尼亞湖和停火 協議之間作出選擇 以色列 當然也會有些左派 以色列的人 看到自己有這麼多 人質 被人困住 被人殺人 當然會有情緒反應 報道說 最少有五十萬 我看下去 可能不止 我們看習慣了 有很多人 好了 要求內塔尼亞湖 採取這麼多措施 將正如的人質帶回來 又或者 甚至乎 要他們和哈馬斯停火 你怎麼看這個要求 你會怎麼做 你是內塔尼亞湖 好像說 他這件事 和我另外一個英泰國和部長 家維蘭 大家在那裡爭 第一 人家哈馬斯 他死都不一樣 你真的覺得 你答應了哈馬斯 離開這個廢城走廊 他真的會放人質 這是自己 第二 有很多人初初音樂論 就說 今次這件事 就專門內塔尼亞湖 防染手 給哈馬斯 恐怖軍事交救你 當然要記住 由去年 第一 你找他開始 內塔尼亞湖 就因為這一刻 被人覺得他失職 文案一直都很低 所以一有一些 反內塔尼亞湖的示威 包括之前那些 累積的那些 反對所謂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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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種 有種 但是 老實說 我會專注於這件事 那這個就是良難 如果你說 你講得很爽 你如果是人事 又怎麼樣 但是這些恐怖分子 尤塵葉根都講得很清楚 跟你們講過 真的不能拖曉 他離譜到 他為何要對人 喂 不關我事 他願意簽我 就不來對 他不簽什麼 他問題 喂 你是發 我告訴你 恩怨情仇 先不要講 你問我 我覺得很清楚 巴勒斯坦就是吵架 好了 我不要計那些 永遠都會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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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就這樣講這件事 去年10月7號 喂 你去搞糕人 殺糕人 有千糕幾人 又拘捕了這些人 好了 然後就說 人家炸糕你 你炸過幾萬人 你了 我先殺人 我殺人 而立刻抓我 署不在 我是你 會講不講得通 老實說 世始中的 以色列都是民主社會 但如果這樣低頭的話 我恐怕中東 連本來 本來看到 燭光的和平 我講什麼是 是 甚麼是 特朗普在位 就是来職之前 就是一些燭光 是沒有的 天王都按不住 你一樣 是很兩難的 都重成世界 說完這一單,當然是很開心的 德國週五宣佈 遣返28名已經定罪了阿富汗囚犯梅國 為塔利班重新掌權後的首次 我昨天聽節目 菩傑就認屎認屁 他最喜歡認屎認屁 大廣去幾個眼光獨到 根本就不應該修 左膠等等 又在那裡嚇老蕭 然後最主要 那些才是甚麼 老蕭老實說 是的而且確 你很難認屁 我又不覺得老蕭說錯 他最近說賀錦麗贏眼 他不是說贏眼 但是他這樣說 他也是說贏眼 其實老蕭連看日子 他開始回課 他不是說賀錦麗贏眼 首先他沒有說賀錦麗贏 他沒有說賀錦麗贏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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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是看這些民調 你怎樣 他有沒有看賀錦麗贏 賀錦麗贏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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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樣見面問 好了 一條 一個 一個政策都沒有拿過出來 政策就吸 吸光一個俄黨的政策 變景政策 不肯定自己做 然後你是煽動仇恨 我告訴你 要多人蠢 多人白癡的人 你才會投民主當票 要多人低致和邪惡 當然也可能有低致和邪惡 我跟大家說 這個真的是 我覺得特朗普贏的機會 很多網友很擔心 百分之九十 為什麼 因為我不相信美國人真的這麼笨 把口 是這麼說的 當然有些特別是新一代 說不好聽 就算現在很簡單 你現在只是上次說 你誰說撐哈馬斯 我就不想給獎學金 那四大律師樓說不能請他 立即收皮 證明這一代 這一代美國仔 他不是那種信念 屌你了 是光環和利益 光環和利益是永遠 不會長久的 屌你了 老實說 你這樣當日 德國佬這樣放人 記得我當時和你做節目 我當然覺得那些難民很慘 但是最簡單的一件事 就是 因別 沒想到你 你現在就因為事源 又嵌油又成 最近法國德國的恐怖襲擊 是呀 接著嵌油 就算不是他都自己攬來是他做 是呀 針對猶太教堂 是呀 喂 你只是那時候 我們現在不要說到最近的恐怖襲擊 在那時候 譬如17、18 那個階段 正是瑞典 德國那些 強姦的女人 幾多單監殺 現在瑞典 芬蘭那些 驚惱了你 過來的那些 幾多驚惱 又來搞破壞 又不守秩序 非禮強姦 甚麼都有 好了 現在德國 顯反去了 喂 有沒有左派 出來 譴責特國 我真的不覺得 我只是想說 你老母 喂 只是 你中東阿拉伯那些國家 都沒有人肯收 這個就是 你的伊斯蘭都不肯收回你自己人 然後你走去 你大愛包容 基本是這樣 伊斯蘭的人都不想收回伊斯蘭國家 是啊 根本就是 喂 就算你收他們 因為他們弱勢了 難民 喂 你那些左交口 難民 所以你不要賴政府 因為始終是民選政府 喂 沒有啊 你一刻不要來 你要融入我們的文化 你可以有自己的信仰 不肯進包頭 喂 來到我這裏就是不准的 小女兒要讀書 不准走 你去伊斯蘭法 要不然就私營 就抓狗你 你可以立法的 你要融入社會 而不是因為尊重他們 所謂 結果糟糕了 哇 糟糕了 你可不去巴林 糟糕了 你可不去 尊重他們 不是啊 喂 他穿巢勾 你現在是英國人做暗糕 那裏是什麽施麗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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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敵人的了 那裏是按鈎的 唉 有時的事 你勾了你怎麽搞啊 我真的不知道怎麽搞啊 好 明天再說了 拜拜